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天狼美食這個頻道 我是杜師傅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就是拉皮卷 馬蹄棧 這些高漿是之前 九層高 淨落的高漿 我們下面和大家做一個短視頻 做多兩個品種 先將炒過糖的馬蹄高漿 放入一個 以素油的不鏽鋼盆裏 倒入第一浸泡後 猛火蒸4-5分鐘 將魚蝦的高漿 倒入 將它躺平 猛火蒸4分鐘 現在這個高漿已經熟 大家鑑別它的顏色 中間和旁邊一致 這個高漿就完全熟透 然後 我們放上牛奶漿 這個馬蹄漿 撞了煉奶 它顏色結白 抖馬蹄漿的時候 從旁邊倒起 讓它從旁邊一直流入中間 這個馬蹄膏 就均勻 而且不會容易撞亂層的現象 這個拉皮卷做好之後 剩下小許的牛奶漿 我們做一個馬蹄棧 這個馬蹄膏 是可以演變很多品種 這些是我們做九層高漿 所以我們 做多兩個品種給大家分享 我們用冰水 將這個拉皮卷 將它迅速降溫 凍了之後 我們把它捲好 這個是點心的一個傳統品種 它的造型精緻 美觀 爽口 軟滑 這個做一個飯後的甜點 是非常好的選項 捲好之後 我們放一個器皿 讓它在雪櫃 放兩三小時左右 讓它完全獨透 再切件 我們現在做了一個雙式的拉皮卷 它色澤 柔和 漂亮 色澤對比強烈 有炒焦糖的香味 和年奶的甜潤 是一個非常好的甜點 現在這個馬蹄盆也是做好了 現在這個馬蹄盆也是做好了 我們呢 讓它冷凍後之後 再脫毛 現在在雪櫃冷凍了兩三小時 現在在雪櫃冷凍了兩三小時 我們把它切件 把它切件 這個拉皮卷 軟層爽口 軟硬色中 造型別致 顏色對比強烈 我們把它切件 我們把它切件 這個馬蹄膏 看上去就更加形象 這個做飯後甜點 朋友聚會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它可以說是色香味 形俱全 現在裝上一個有裝飾的碟裏 做兩朵燉麵花 趁托起這個甜點 就更加美觀精緻 喜歡的朋友可以在家裏做些品嘗 這個派對朋友聚會 是非常一個體面 美觀的點心 現在切開拉皮卷的截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 幼滑 光澤 軟硬度適中 爽口 甜度 欠到好處 非常軟滑 爽口 而且它是雙食 做起點心更加精緻 喜歡的話 在家裏做些品嘗 喜歡的視頻 請大家訂閱 分享 點讚 現在這個馬蹄盞 也是凍透之後脫毛 凍透之後脫毛 它就容易脫毛 這個馬蹄盞 也是一個非常精緻漂亮的甜點 喜歡的朋友 請訂閱 分享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謝謝